《梦想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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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著》越来越多的作品上线 他们二位的人气与演技也随之上升 如今已经算是颜值 演技 人气俱佳的一线明星了 不仅如此 经过这几年的影视剧播出 无论是《人家伦》还是谭松韵 都将自己对剧作整体的把控 和对角色的诠释塑造展现的愈发成熟 已经是新一代演员的领军者了 除此之外 《伴随著》男女主的公布 这部名为《魅士之俗》的古装剧 还顺势爆出了另外两位人气演员 加盟该剧的男儿和女儿 他们分别是凭借说英雄 谁是英雄出圈的刘宇宁和 凭借宇君跟一句儿红的宣露 对于刘宇宁和宣露 想必大家也并不陌生 毕竟都是近几年娱乐圈中的后起之秀 无论是颜值 演技 还是人气 刘亮都堪称佼佼者 不仅出道多年 还给观众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作品和角色 比如以刘宇宁为主的热血少年 长歌行 说英雄水是英雄 安恶传 以宣露为主的陈情令 与君歌 解释天下 与凤行 虽然目前刘宇宁与宣露在人气上 不及早已成名的人家伦和谭松玉 但是凭借助优秀的影视剧资源和演技 必然会在日后有更好的发展 有他们二位加盟这次六元一金虾二搭的新剧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目前 有关这部面试之俗的启动已经宣发 作为主演的人家伦 坎松玉 刘宇宁 轩露四位主演也相继得到了爆料 相信很快便会出现更为准确具体的官宣 大家喜欢的话 不妨持续关注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